你看吧 NG了吧 NG了吧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刚好幸之所至 对不对 突然间巫婆就上身了 没有我们不是要说唱一首opening的歌吗 对 比如要跟我们网友解释一下 我们的背景封面 你会封吗 对我们的封面有一个非常 所以你会旋律不会歌词 叫做眼秀公蝉 狐媚更能获主 狐媚偏能获主 这个古文我太久没有看 眼秀公蝉 狐媚偏能获主 那就是请我们苏恒 我们唯一的这个女主 给我们起个音 我怕我起的音太高 我会自己降Key 那你干嘛要起 你就直接唱就好 要有那个feel 因为你们迟到所以要罚唱歌 哦好 好我想这样 欧美 神残天 风降满光华 旗语非凡是回根 抗臭女皇 武则天 对对对对对 达达达达达达 美光六公分带 神兮三千空爱 山与鸡谋 称福神 万丈雄兮 难为你 秉州是古事唱法 只灵天 好了啦 抬尼 微风凛凛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算了 让他唱完吧 你这样把我打断 好了 进正题进正题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为什么唱这首歌 陪你为什么唱这首歌 我让你唱完 我让你唱完 人下跑了 泪十十六七 看诸成笔 此情无时计 你要喝 后面我不会唱 为什么唱前面呢 纵横天下 二十年 神功迷离 一人平天 两面平家 在人间 女众豪杰 武则天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opening 武则天 我们有网友很聪明 说这是攀影子版的武则天 就是1984年左右吧 1984年 我还没有出生啊 听说你已经出生了 还没 我还没 那夜 你在肚子里吧 1984年 我是死月啊 怎么会在肚子里 我不知道 不会呢 那85年 我是85年 十月啊 OK 1984 你出生 你出生 那个时候 红遍大街小巷 我小时候有看过啊 万人空巷 潘影子的这个 一代女皇 是吧 对不对 那个时候因为是香港 其实那个时候 香港已经先开始在演 香港冯宝宝 他就有先演武则天 那 我只记得那时候 反正潘影子很红了 对对对 后来潘影子就红了超过 那个冯宝宝版 什么灵芝草人 那个是我出生的 我有印象这个 Beebo啊什么的 Beebo 还有那个浴火凤凰啊 灵芝草人 哎呀呀 哎呀呀是在演什么啊 就是我也搞不懂他演什么 奇幻武侠剧 Beebo是什么浴火凤凰 浴火凤凰啊 哎呀呀是什么 灵芝草人啊 不同剧啊 不同不同 两个剧 我比较喜欢Beebo 我觉得灵芝草人看起来很奇怪 Beebo就是后来天天室 暑假在播好像中视播的 中国电视公司 我不记得谁播的 现在也是禁忌了 谁跟你中国啊 对不对 中国电视公司 那他也没改名字啊 他还是叫中国电视公司啊 所以他的那个中天要被关了 我刚刚在看那个文献YouTube 每日周报 我有就讲说 为什么文献要去那边播呢 因为中天可能要掰了 所以所有的蓝莓人都集中到观点去 Blueberry哦 蓝莓人 对啊蓝莓人 那你们也 Blueberry要不要再来那个 不是Blue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他刚刚有打赏你啊 他有打赏了 哎呀感恩啊 他很便宜 他就只说丙钟跟明镇加 我咧 你现在就直接把我忽略了吗 他为了要避嫌 他可能是男士 他想说这个不好意思 对不对 那你说 蓝的人都到观点了 对 那你们野里是属于哪一个 是啊 那你们是什么 有红莓吗 哎有哎有红莓 我们是红的 对有小红莓 那是一个火锅店 小红莓是一个乐团吧 没有一个是个火锅店 那个石头火锅 你看我们那个 我们的level差不多 你那有点融 居然是石头火锅 真的小红莓啊 但我已经忘记小红莓唱什么了 还还算好吃啊 我没吃过小红莓 小红莓在你的选区 你当初选的那个 没吃过 在南京东路跟那个什么路口 我以为是拜票有经过啊 对对对对对对 就快到内湖去 在过去就到内湖了 对对对 哎哎哎哎 他就是那段火锅自助成嘛 那在党部部近了 80年代90年代 台湾不是流行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远 离党部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打个车很快 哎哎哎哎哎 对所以 好像就应该违归正体了 有点远 你楼歪的很远 我一直都在正体啊 就是我们 我刚刚不在讲 就是被你们搞 搞那个 我一直讲得好好的 我讲 潘影子讲冯宝宝 对不对 那那个大陆的朋友 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刘晓庆 对不对 哎我的熟悉那个 我有看 人只处 是山 还是 Sobariel 专门 给你啦 单独 有谁出生 好了不要唱了 赶快 你不要脱台前 快点 然后呢 OK好 那 我要铺垫那个气氛 因为现在讲很多东西 都很敏感 懂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用一些 歌声啊 音乐啊 来这个 来这个演示嘛 那你这是不是也一种装饰啊 那大家现在都这样 谁像你们这样 这么叫真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红眉啊 红眉都叫真 不信 不广 不传 不广传 不奉 不哄嗓 不要说 不要听 就都没事情 你就没事 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吗 你不要去这个普筛 就不会有病例 没有病例就不会有确诊人数嘛 对我们叫台湾防疫 No.1 都是境外来的嘛 那都是境外来的嘛 我没有出去 都是那个 China Virus 来害我们嘛 对不对 就跟你讲过了 那你们就要这么的叫真 到时候落个 魏斐宣传的罪名 我可不要跟你们脸座 你也在这里啊 不然要把你切掉吗 我透过唱歌就没有事 你懂吗 真的吗 对 还有透过讲古文就没有事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念一段古文 对不对 我刚刚不是已经有念了一段吗 魏斐 魏斐唱歌还是有事 于斐隔海唱赫 我没有魏斐唱歌啊 我是唱台湾的一代女皇啊 你刚刚不是唱了刘晓信的吗 对对那一段你们应该要打断我 有啊 我不是在打断你 我在揪你 对对对 我们唱这个台湾的没事 而且你之前影片有很多唱红歌的记录 都放到我族上了 而且你唱的比谁都大声 不是吗 真的 什么红色娘子军啊 对啊 向千金 向千金 又被你唱的吗 向千金 我错了 我错了 专事的责任中 妇女的冤仇深 小编赶快打电话报警 有人犯国安法 所以现在妇女的冤仇深 不行 她早就已经犯了 我们早上才去开庭 呸呸呸呸呸呸呸 我们可没有说我们有罪啊 你们没有国安法 你们没有国安法 新国安法都没用在你们身上 还是旧啊 对对对 我们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他现在是旧 他现在是新的了 因为网友一直在问 对网友在问说 我们这个开的还好吗 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昨天要处理官司的问题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昨天就这个 取消一天 那今天就是还算平安 因为现在安平出来了嘛 所以安平出来了 那就会平安了嘛 对不对 我有查耶 我看到有人讲 他说的大家都认为 那叫什么国安局评论 所以叫安平嘛 他说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可能这代表 重要的态度是说 希望是安全和平 所以叫做安平 他说没有一定是 那不是那就是说 要先安平了 那自然就会平安了 这样 这 这 人这个解千诗 像你解那个什么奇怪千诗 对对对 我刚刚就是要念古文 我们又破坑 我们又破坑 念千诗就没有事 我刚刚讲过很多次 因为这个是台湾神 你现在要念千诗还是念古文 都念都念都念 对对对对 好 这个呢先给大家 你很糟糕 你连王爷都要先 念之千啦 因为这个王爷是台湾王爷 诶 我要教训你了 没有台湾王爷 那都是对岸来的 看哪里来的 对啊 所以讲难听一点 你现在也在通匪啊 不是 你只是神通 因为我们没有否认 我们是从这个对岸来的 但是来了之后 经过两三百年 就跟美国人一样啊 他们就自己也有我们的国啦 有我们的文化啊 对不对 我没有否认我们血缘啊 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个 我们中国的衣服 所以就是我们台湾神 台湾的王爷 本土 可是都还会回去充电啊 我们没有回去 对对对 有啦 很多那个梅州吗 不是都要回到那个梅州去充电吗 我还记得有人跟我讲说 这个神明要回去的时候 还要给他买一个座位 然后还要给他系安全带 妈祖回去的时候 要系安全带坐飞机 然后飞回什么 梅州啊 梅州啊 然后给他过个香湖 从完店之后呢 再回来台湾 我们没有反对交流啊 我们不反对交流 这是通啊 对我们反对矮化 我们反对矮化的求和 你把中国人背在身上 背到了大陆去 那是台湾神哦 你不要乱讲哦 没有他是中国人 你要回去充电啊 回去那个 经过两三百年了 报告 这个大陆妈祖跟台湾妈祖 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了 你看那个大陆妈祖都比较瘦 我们台湾妈祖的样子都比较胖 有吗 有吗 你去看 所以已经不一样了 对 而且大陆那都没有 他们的文化都断了 我们还是保留这个正宗的中华 也不是中华 我们是台湾文化 不是我跟你讲 因为台湾现在有莱克多巴 和美珠 所以妈祖就会比较风云一点 你不要打乱我 现在要那个 OK 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说这个迁师 这个迁师就是因为南昆生戴天府 就是我故乡台南的这个 全省王爷总庙 哎呀不是不是全省 那怎么说啊 是全省啊 不是现在不能说省 全国 全区 但是说全国到时候我会反分裂发 全区啊 说全岛好了 全岛 全岛也不行 因为上次有人在讲说你看那个谁谁谁 就能讲全岛什么全岛全国 那你去讲 我们这两面人就是这样 我们讲这两边都不会得罪 全岛的王爷总庙 南昆生戴天府 五府千岁 五府千岁 那每年呢这个账卫千岁的 就是过年大年初一 爱去抽签诗 就抽这个国运签 所以抽不出来 国运我这个动作是打引号 很多大陆网友看不懂 所以我在装可爱什么 我这个是引号 国运签 就是最近抽不出签的那一件 对就是去年抽不出来 就是60甲子都抽完了 都拨没筷这样 今年有抽出来啊 抽出一桶啊 还有抽出来啦 空空的一桶 对剩下一桶啊 对对对对 因为全部都抽光了 只剩下一桶在那儿 对那一桶就一桶啊 对所以去年一桶嘛 那今年就抽出李广父子 郑王 对 那 这不是很吉利 是但是他曾经被 蔡英文认为吉利过 他在2015年 那年不是要选这个 2016就要投票吗 对对对 2015那一整年都在大选嘛 所以他是1516年的年初 15年的年初抽出来 16年年初蔡英文已经当选了 因为农历过年前就已经投完票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2015年的那一年春节抽出来 然后那年抽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下下签你知道吗 但是我也没办法 因为听说蔡英文那种高兴 然后那边也很高兴嘛 因为这支签叫做武则天坐天 代表武皇要那个继位啦 武皇登基啊 对对对对 那武皇是谁不就错英武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说蔡则天要登基了 所以当时候整个绿媒都很兴奋 对呀 所以这表示明年就是这个女皇要出来了 对呀 台湾要出这个女总统了 可是你仔细看他的诗文哦 病中若得苦辛劳 到底完全总未糟 去后不需回头看 心中事物尽消磨 然后什么婚姻不及啦 求财无力啦 功名无望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糟哦 没有一个好耶 就是一个下签 因为如果你常常抽签 60甲子签里面 其实好签很多 大概三分之二都是好签 然后有一种 有一些是那种好好坏坏 也讲得不清不楚的 什么 淡看这个月中贵就会好了啦 缘开就会见分明了啦 所以能够抽到这样子那么烂的签 实在是满厉害 那个几率相对比较低 可是因为大家都只看五折天 没有其他都不重要 管你什么多不好 只要有一个人好 就是大家都好 不就蔡英文吗 有人说坐天就是不好的意思啊 是啊有人这样讲 真的为什么 坐天好像有点像冰天还什么 反正就不是很好 冰天就是 没有他是坐天下的意思啊 你有没有说人家冰天 而且现在已经双十节 那个时候不是很多退伍军人 去什么双十采接吗 当时他们就附带条件 不可以污蔑元首 所以你现在是怎样 你要污蔑我们的蔡泽天吗 这么严重啊 你不晓得啊 办个活动都不能污蔑 你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社会 秩序维护法事 社会法事后 你不晓得啊 你这样侮辱元首 所以办个活动 如果批评了蔡英文 说不定全部都被抓了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关切啊 就是说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可以把府前广场 借给他们办双十节 为什么不行 那市府出来讲说 因为这个是欢庆嘛 欢庆的活动 结果呢 他们就说 那如果欢庆到一半啊 这一些中国退将们啊 突然高喊 我是中国人 不行吗 不行吗 言下之意就是说不行啊 但我不懂哎 那之前参议 那个民进党要执政之前 不是说要把那个什么 集邮法废掉吗 那你现在又说不能办 不能上街 那是谁啊 现在有比集邮法更大的法 叫做反渗透法小街 反渗透法高于一切就对 那当然了 国安问题啊 你不晓得啊 现在还有国安案件的跨部会小组 专门在这个 伺候两位 在讨论这些相关的国安案件的 这个进度该松该紧该快该慢 我们不是依法办理 我们是依情绪办理 依法哟 国安法哟 国安法现在修的 国安法告诉你 没有你们又不是国安法 我们也是 你们是老国安法 又不是新国安法 好复杂啊 现在国安有五法 六法六法 国安六法 好复杂啊 对 所以大家也听不懂 所以就都不会有收视率 所以不要花太多钱 真的真的 变少了变少了 我跟大家来讲 这个武则天作天 因为当年这个签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在台湾就一直有个绰号 就叫蔡英文叫做蔡则天 直到现在都是 因为他非常的独裁专制 是 那昨天 其实就是昨天 这个 无畏 啪啪啪那个 对昨天出来的 连这都不能讲出来啊 有这么严重啊 不是啊 你打在上面 你打在上面 全台湾没有人讲 你不要害我 没有 无畏言之不欲 切割 这个都他讲的 我们什么都没说 没有说过那就没有喂过啊 没有喂过就不可以打我啊 对不对 我没听到啊 我没接收到你的警告啊 你就不能打我啊 没有他也没有让你 就他没有在care 你也没有听到啊 因为人民日报本来就不是 是台湾人会看的报纸啊 所以他放在上面 就是他已经讲了告知的义务了 那你要不要接收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这就很像法院宋达 你有没有签收是你家的事情 你最后都不签收 他就把你贴在你家门口 就算签收了 对啊 你必定会看见 是就 Don't mention I've never mentioned 誤喂我没喂过嘛 对不对 OK 那这个 那篇文章好 昨天出来呢 那我的小编啊 就是 我们小编呢 就跟我讲说 怎么看着这个呢 想起了那个 另外一篇古文啊 真的好古文 是啊 当时我还骂他 你知道我还骂他说 哎呀 你不要乱扯啦 这个应该不一样啦 那个那个 不通你那边想太多 结果后来呢 我就好好的去把这个古文拿出来 所以我说要朗诵古文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以前都只朗诵这一段 我以前有个女老师 她很喜欢念这段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很喜欢跟我讲 那个那个 眼秀公产 狐媚 嫣能 不是 狐媚 偏能 或主 眼秀公产 狐媚 偏能 或主 所以我每天都记得 狐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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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说狐媚跟 跟蔡英文就不太搭嘛 他确实没有 他没有狐媚嘛 对啊 对啊 他没有狐媚 苏狠可能狐媚一点嘛 真的 不要拿我跟他比好不好 哎 眼秀公产 狐媚 偏能 或主 很厉害耶 是不是 还可以 会乱春宫 我讲重点 OK 好 那他反正 假一大堆 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呢 若其 眷恋 穷成 徘徊 其路 作媚 先机之兆 那么呢 最后呢 就会 这个 避以后制 之诸 这个文言官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继续 眷恋 穷成 就是你继续待在你的 过往的那些作为 不愿意走出来 徘徊 其路 在那里想来想去 还是不愿意走出来 嗯 作媚 先机之兆 就说呢 已经有 预兆告诉你 已经警告过你了 但是你还是 不理 那么呢 必以后制之诸 就是最后你就会 死了啊 你就会被诛 但是人民日报是用 若其 眷恋 穷成 徘徊 其路 然后后面就 物卫 言之 不欲 这个 这个到底 可不可以念啊 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念啊 可以念啊 为什么不能念啊 人民日报是这样 他是说 莫要眷恋穷成 对 徘徊其路 都是眷恋穷成 徘徊其路 然后后面就多了 自寻绝路 物卫言之 不欲言 所以呢 如果对照一下 等于说 古早版叫做 作媚先机之兆 必宜后置之诛 就是你如果忽略 这些征兆 对对对对 那你就会 就会 就会 啊 对 那 那现代版呢 就变成说 叫做自询 绝路 物卫言之 不欲言 那我凭良心讲 我觉得人民日报 这篇写的很有水准 就是我老实讲 我觉得比台湾很多的社论 写的都还要好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的 美感藏在里面 就是有很多 隐喻 对 就是 双关 你看你会看不懂 然后你会觉得 也还好啊 就这样子过去啊 讲情治部门 对啊 情治部门 跟蔡英文也没关系 他不是讲情治部门吗 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说 这一段物卫言之不欲 他不是是在对 情治部门喊话吗 他说是要 正告情治部门里头 抱守 抱持着这个 台独立场的顽固分子啊 所以他讲的是 那些情治部门的 特务 玩火自焚啊 所以 物卫言之不欲 也应该是对他讲啊 那这样跟 蔡英文没关啊 好像跟台湾 没什么关系 是 就只是呼吁 这些情报人员们 个别 对 要回头试案啊 要看看这个天下 是谁在做啊 对不对 天下谁在做 就有点意思了 这天下是谁在做呀 是是是 不要魅于事实啊 是 但其实他内容 他其实内容资讯量很大 所以你当下看 如果不知道 有这一篇文章的话 你还真的有点看不懂 对 但是你现在把两个 对应起来发现 他好像用了典故 他用了典 他等于说 用了当初 陶武造席 对 刚刚我们所念的这篇古文 就是那个财子洛宾王啊 他这个所写要讨伐武则天的一篇文章 所以里头就列出大堆武则天的罪名 说他这个眼秀公禅啊 狐媚祸主啊 说他这个会乱春宫啊 一大堆罪名 然后最后结尾就就讲了这段话 对 所以如果两边把他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是不是有点在隐喻 在台湾有所谓蔡则天之称的 意思就是你小心啦 但是我觉得他有在乎 因为他中间其实有一段在讲说 就是希望有一些 还有良知的情治人员嘛 你们要弃暗投明啊 那因为我有去看那个 就这句的翻译 他其实是在对唐朝的那些亲王们喊话 那些亲王们喊话说 你们千万不要眷恋 你们现在所拥有的利益 你们要认清现实 你们应该要回到正道 所以你们应该要一起起而 踏伐 讨伐 武则天 那意思就是跟这些情报人员讲说 你们不要再眷恋 你们现在拥有的这一切了 你们应该要远离这个台独的蔡则天 这个穷成嘛 对不对 那其实这篇文章 这个要来问一问民政了 这个透过访问呢 刚好就可以推责任 就是民政说的 我只是提问嘛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大家说他只是在对台湾的情报部门喊话 可是我仔细看了这篇文章里头 他其实提到战争的地方还挺多的 又说这个战争未发呢 情治先行 然后又提到说呢 如果大战爆发的话呢 罪魁祸首必然是台独 然后还讲到说不放弃使用武力等等 那如果只是谈情报的事物 只是对情报部门去喊话 干嘛要去扯这么多跟战争有关的事呢 其实我觉得 我当然也是昨天看到很多有一些 不管大陆网友或什么在评论就说 这篇第一个不是头版 第七版 不是社论 然后呢不是终生 终生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绝笑 你讲的这个是那个有一个 他算是一个教授讲的 我有看他有讲说 这不是头版 他是第七版 又不是终生讲的 然后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不重要的一个位置发出来 也不是社论 所以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OK 那我就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这个物卫 人民日报上面出现物卫言之不欲 这句话基本上目前应该算是第四次 第一次是中印嘛 中印战争 之前 然后发出了这个物卫言之不欲这个呼吁 后来就爆发了中印战争 第二次是中苏之间珍宝岛 第三次就是后来对越智慧反击战 那有人就 我看我是在看网络上有人就讲嘛 那对越智慧反击战的时候 也不是放在头版头条啊 真的哦 他那放在哪里 好像说是第三版的样子 那还比较前面 我们还比较后面 那本来处理国际关系是比较前面一点啊 你这个是国内事务啊 内战嘛 你不是外国政府 所以有人说不是中生嘛 中生是管国外的啊 中生是敲给国外的人听的啊 咚咚咚咚咚咚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中苏之前 他针对的是这些苏联的一些这种外交人员 什么之间 不要窃取大陆的机密 所以他还是透过鞭打外交人员 最后其实对苏联开战 因为可能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 当时中苏虽然已经有点矛盾了 可是中就大家觉得还是盟友或什么之类的吧 所以就留一点转环的余地 那今天呢 我觉得两个 我们也是同胞 我们是中国人 两个都是中国人 不能为轻痛愁快哦 我们入委会讲了哦 你们不要轻痛愁快哦 你现在是少数中的少数 没有没有我们轻痛愁快 不能轻痛愁快 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你是少数中的少数啊 哎呀那个 哎呦 这个是中国人随我讲了吗 蔡英文也讲过 我是中国人 我读中国书 你是2300万分之三之一 我随时可以讲了嘛 莫令轻痛愁快 好好管好你们的呼吸镜哈 是不是 如果也会这么讲啊 对 OK那 我觉得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很多人就讲说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我那边留言 就说 这不是终身啊 不是头版 我就想说 哎 人民日报这么多年来 也不会用过 这是第四次了 对 然后基本上前三次用了之后 就出事 就出事 就发生事情 对不对 地洞山摇 对 那如果假设说 有人就说要等到头版 什么才要出现 那我就心里想说 哎 那这个 这个也用的太腐烂了吧 哎 我听说好像其实 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也有讲过 其实也有讲过一次 好像是在渡江战役前 之类的 然后讲完之后就打过去 嗯 但是那就是我们现在只讲人民日报 我们现在就focus在人民日报 因为其实在这个 出现 嗯 19年的时候 外交部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讲过一次委员 对对对 针对香港 是是是 那是有啊 所以国安法就出来啦 对对对 对他就动手啦 是啊是啊 所以基本上这句话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这句话 环球时报在今年5月有过 对 大家讲现在环球时报成绩没有那么高 就因为环球时报讲 大家就绝不把它当回事 是 那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那个时候在做节目的 那时候说我们就讲了 也不上礼拜几天前而已 嗯 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吧 在这个10月10号晚上 出现了那份通知对不对 那时候说动员各个机关单位 要集体学习 那学习什么呢 学习央视的焦点访谈 学习这个 呃新闻联播 学习海峡两岸节目 还有就是要学习人民日报跟环球时报的社论嘛 嗯 那当时他的日记都预告了 对 他那时候说人民日报是最后 就是14号的时候才会发布 等于其实那时候就看得出来最后要做个定调 对 所以当时我们不是说最后那个最关键 对对对 结果14号延了一天 15号一早看到 嗯 我记得14号有发 嗯 但是就是比较 感觉比较好像 没那么强硬 所以那时候以为没有啊 14号没什么东西 对啊 然后就后来15号发出来 就诶 居然误会言之不欲出来 出来了 对 可是很特别哦 就是我昨天早上知道了嘛 嗯 后来就想那今天晚上 应该会很多人讨论吧 嘿呦 没有耶 结果人家讲啊 说杨世光也不讨论 你们爷爷爷也不讨论 连统派都不讲话了 集体竞争就怎么回事 好多人在说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没有竞争 是因为昨天他们要准备 所以我们就没有了 对 那今天有没有 马上一发现有时间 我们就开始直播了 是但是台湾 那个大陆网友有发现说 台湾真的是集体装死 嗯 是 因为很特别就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对我们来讲 了解的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嗯 然后就整个台湾 没有这个声音 也很奇怪 因为台湾媒体 也不是没有讲过 对 对啊 比如说像关键时刻 嗯 他们其实很久以前就讲过了 说 误会员是不是什么密码呢 来宝洁啊 来来 这个这个名声 你怎么说 嗯 他们都已经讲过 这个误会员是不韵员 只要出现的时候 就会出大事啊 什么都讲过哦 嗯 那我记得在十四号晚上 嗯 那天我刚好在外头吃吃饭 只有看到餐厅也在播关键时刻 嗯 那天正好是田鼠哥跟榨菜哥同台哦 哦 一个吃榨菜一个吃田鼠 两个同台哦 好营养啊 真的很营养 然后榨菜哥就说 哎 这个十月惊奇的暴风眼会在台湾上演哦 榨菜哥 他讲的哦 然后刘宝洁还问那个吴子佳说 哎 董事长怎么说 所以呢 要打起来了吗 哎呀 我们看到这个两岸的领导人 共同去看军队呀 这怎么一回事呢 蔡英文身后出现了个美国人呢 所以他也都在讲啊 哦 要打仗了呀 哦 两岸领导人都在这个动员了 备战了 嗯 哎 结果到了一隔天 真的这个代表着某种开战密码的 物畏言之不欲出来之后 突然通通静悄悄了 哎 关键时刻也没谈 没有谈 都没谈 没有谈 没有 很奇怪哦 其实我就是当下想到四个字 嗯 嗯 社工好龙 哎 来来来解释一下 对啊 你不要一下子那个又是什么什么 陶武造席的一下子 你们中国人好像都喜欢眼门 嚼字 你们要打就打嘛 什么什么什么物为言之不欲的 咬起来都这样 手头会打结的 对啊 拜托请白话文 是白话文运动 有很多网友就说 不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看不懂我 阉误了 说他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哦 真的真的 对对对 那以前我们都讲的夜工好龙 后来说有人说这个念社 这个字要念社 对对对对对 以前古代有一个叫社工的人很爱龙 家里什么东西都是龙龙龙龙龙 然后就哎呀让我看见真的龙多好啊 如何如何 龙在天上听到说哦 你这么喜欢我 那我来给你看看大家交个朋友啊 回流哦 哈哈哈 然后龙真的来这种社工想啊就跑了 对啊 然后呢 这就是社工好龙的故事啊 哦 我比较想到后来社工好龙 就每天在那里讲 哎呀这个台湾会不会有战场哦 十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惊奇发生呢 结果呢当那个Code出现的时候 呼 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No common 因为本来就只是讲讲哦 也是为了要团结台湾内部 这样有没有对啊好可怕哦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对抗这个可恶的敌人 就像说书那样 对 然后就可以讲嘛 然后大家就看哦对他们好可怕 所以我们要我们要打仗 我们要当兵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打仗 我们愿意为台湾而战 我们要当 我们要当那个家庭兵啊 对我们要当家庭兵啊 像各个小区里头都要有家庭的兵啊 我们要全民皆兵啊 有没有 大家就觉得 家家户户都是军营啊 是啊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哦 那个code出来了 发现这不能讲了 这讲下去真的会变成现实之后 突然 突然静悄悄 对啊 哎我跟你讲 你要怎么分析 哦当这个物卫研制布域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要怎么讲 北京最快 最快两到三个月 最慢两年之内 可能就发动战争 那大家怎么办 那跑啊 股市崩盘 有没有台湾 新台币的那个汇率可能就 大家开始挤兑 对 那房价就跌了 然后台湾 经济就崩掉了 还没打仗 那台湾就自己先崩掉 可能这样讲吗 不可能 房子趕快卖 是啊 那大家 那会直接去忽略这件事情吗 今天如果我是蔡英文啊 我也会就是 不准谈 你们谁敢谈 统一方便面 对啊 哎我跟你讲 听说我刚听我们小编讲说 现在五星旗买不到 对 现在五星红旗不好买哦 大家连夜秀红旗啦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嘛 就不听台湾同胞那个须知 对不对 里面就 昨天我传这一份东西 有没有看到 有 我有用 同胞紧急须知哦 战时须知哦 里头说 好好在家里 嗯 好好待在家里 等待 等待 解放军 然后可能要 备一点防身的武器 嗯 嗯 然后再就是说 准备 粮食 粮食啊 其实这个 我早就都已经 跟你们讲说 不管你 你今天 今年都没有台风来嘛 所以你 你本来就可能 台风天 你也是要准备 跟你们讲半天 你们都不去准备 我跟你讲 我本来准备一堆泡面 瓦斯炉 你们也要准备啊 那因为我觉得瓦斯很危险啊 那怎么煮啊 那怎么煮熟啊 不管嘛 反正我准备了一堆泡面 对我也后来有想过 没事没办 那就啃那个 没有重点是 我本来 我准备了泡面 准备了米饭 对 然后后来呢 因为我妈看 哎呀都没事啊 既没台风也没有物质 物费 你都拿去吃掉啦 我妈拿去送人 哈哈哈哈 全部送光光 哎呀我乘的干粮 通通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妈妈你害死了 对啊 就心里想 很久就把我送光光 你知道 有网友说 应该不会那么久吧 什么 跟大家讲不是哦 那到时候物资飙涨 我跟你讲 人人都囤粮哎 哎真的 买都买不到 买都买不到 嗯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大家都已经 粮食有点紧张了 嗯 再打个仗 哎呦我的妈呀 那肯定 那个粮食通通都没有了 你看我们线上 就有网友说 他买不到五星旗 对呀 嗯 现在都买不到啦 说那个 哎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亚马逊 五星旗都卖光光啦 是 都没有五星旗了 然后淘宝台湾关 对台湾 那天还有人跟我讲说 哎 树蕊你没有五星旗的话 赶快去淘宝台湾买 我说他已经被关掉了 不能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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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 好吧 你们这个用自己秀吧 对啊 哈哈哈哈 不用吗 我们应该刷脸可以过吧 跟你讲 你找一块红布来也算了 嗯 我就给他挂红旗 我有新党党旗 你不是你弄丢了吗 我再找我把它找出来啊 我本来有十几个新党党旗 我就是在准备 所以我藏了十几块新党党旗 藏了十几块新党党旗 我要再把它找出来 我要叫我小编包 你选举选半天 那些党旗就跑到哪里去了 就被我藏到不见啊 哎呦 你们这些人哦 对 这个我们 我们以上这些话呢 绝对没有任何 危害国安的意图 在这里要先声明 哎 我没有 我要另外讲 我觉得我们不是危害国安 蔡英文才叫危害国安 我们反而在维护国安 因为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你们不要这样乱搞啊 什么44%的人认为说 中华民国要改名字啊 什么90%几的人说要上战场 我跟你讲 这个才是真正的危害国安 因为你让对半觉得说 哎你们都准备好了要打仗了吗 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来吧 我们这样一直在讲 那大家就说我们不要打 我们不要打 也是啦 对啊 对 所以我们才是维护国安 有没有 不要先我不要拿国安法办我们哦 拜托 因为我昨天po了一张 我在海边的照片说起风了 结果有网友说啊 这个虽然我呢不认同你的极统的立场 但是呢 呃平心而论觉得这张照片挺有质感的 挺有形的 结果我就回答说 不是啊 我怎么说变极统呢 极统是蔡英文啊 对不对 那我们原本根本就是认为说 只要两岸如果都认同 呃大家是中国人的话 这个好谈嘛 对不对 很多事好谈嘛 也没有人规定要再谈多久嘛 那你现在已经变成帮 这个帝国主义者要来出卖 台湾人的利益 然后把台湾变成返华基地 那么大陆他今天要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 他不赶快把你这个统一了 不才奇怪吗 对啊 那不留一个返华基地在那里 本来就是啊 就是变成一个比香港更大的返华基地 对啊 你不觉得最近身边很多美国人吗 有啊 你现在后面有美国人吗 我不是蔡英文 我后面没有 我不是蔡英文 我后面没有 Where are you 就是我在我家附近 我看到很多很多老外 真的哦 真的就是比以往 就至少比香港有关 我觉得香港也变很多 香港人也变很多 老外不是都在墾丁吗 最近很红啊 你都看这种新闻 我都不懂你那种奇怪的新闻 你都看这种新闻 你们看到你明算的真面目了 不好说 因为他那个真的一直推播出来 都是这个新闻啊 不好说 你知道这个新闻刺伤了很多台湾男性的心 尤其是你们的朋友 他也是你朋友 讲到你不认识他一样 不好说 他很受伤 台女就是如此啊 那你想要墾丁 让我想到一段往事 就是我那个时候带我女朋友去墾丁 结果呢 我们去浮浅又去深浅啊 反正就是潜水啊什么 那那个业主 业者不是他就会提供帮你拍照的服务吗 对啊 就是他也在水里头给你拍照嘛 那等他做拍完以后呢 他们就把我们那个照片 po在他们的脸书 然后作为一个宣传 就说你看啊 这个情侣来我们这里玩这个潜水呢 你可以更加的认识彼此啊 让这一对异国恋 更加的彼此接近 所以以后你们 异国恋 中台啊 所以以后你们小孩是中台混血 异国恋 对对对 对异国中台混血啊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怎么说 然后那个业者 人是也很好啦 他就说呀 你们这个 你们异国恋 真是很有意义啊 什么的 你就跟他说我是同国恋啊 异国恋 你不觉得台湾这几年的毒化就是 很严重啊 你在我小时候怎么可能会觉得 一群中国人会叫异国恋 真的 你其实你只会觉得说 我可能跟大陆人结婚 对 现在变异国恋啊 什么时候我们以前不会这样觉得啊 那你跟香港是不是也叫异国恋 我觉得他那个真的是潜移默 就是媒体也天天这样讲 大家也越讲越习惯 然后中国 中国如何 中国 因为我们以前一定都讲大陆怎么样 没有人会直接讲中国怎么样 对啊 可是他随着媒体每天开口闭口 新闻就播报说中国如何中国如何 然后大家就慢慢潜移默化朗朗上口 很自然就把它分化成两个国家 这个是没办法 我昨天在排队 然后因为我要吃东西我在那边排队 我后面就站了一对年轻男女 然后他们在讲游戏 一直在讲游戏 然后就讲说 我跟你讲 中国跟韩国的游戏 实在做得很好 他们真的很厉害 中国怎样怎样 中国怎样 我心想 中国中国中国 你们难道不知道那个对爱那个叫做大陆吗 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他就是一直中国中国中国 已经完全洗脑了 这个没办法 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台湾集体就这样装死 连路委会也没有什么回应 没有 跟去年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个时候大大提出来 台湾那个回应之快呀 还有那蔡英文当天立即记者会青上火线 这个我就要帮林明镇讲话 因为林明镇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台湾人为威而不怀德 你们天天讲这个为威不怀德 这不是我讲的 讲为翻讲的 你们都天天冷台 你们都拜托 你是希望我们这个频道被关台吗 因为当去年在讲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 因为觉得你不会打吗 你都还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九二公司和平统一不会打吗 可是那我不懂啊 既然不会打 那就要更骂回去啊 所以啊他骂你啊 他就骂你啊 骂我干嘛 不是骂你啊 骂大陆啦 不是啊 我的意思说 今天所有毒的都认为说大陆不会打 对 那好啊 今天物卫言是不愈出来 你就应该很凶的骂回去啊 毒你不敢打啊 今天就会打啦 因为今天物卫言是不愈 就看起来好像你要打咯 骗不了咯 所以就是那个民调 武统开始 合同结束 他们的思考就是说 这个中国是只是要面子的 所以就讲几句好听的就应该OK 是蔡英文讲的吗 对啊蔡英文也讲啦 你们不是 因为我直接从去年我就接触一些 这个可能不好说 就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些什么智库人员啊 那因为多多少少有时候是会认识 或是经过人家辗转这样听到 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呢 你踩了复兴电台来找你 已经找过我了 结果我后来想起来有 我有去路过复兴电台 我也是看真兵路兵 哦你脏了 你不甘心了 好像是丙中介绍的 屁啊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那个军事杂志的一个什么 你们护章 我忘了 一个黄教授还是什么 反正好像有去过就对了 确实确实有 反正复兴电台你有小心一点 然后那时候确实是谈真兵募兵的问题 所以请问一下你给了他什么情报 没有我就说我赞成募兵啊 中国统一干嘛大家要当兵呢 对不对 对啊 他就给你做记录 分析一下 这个以后不能行 对对对对 没有统战的那个价值 现在他们怎么这样啊 新党年轻一辈怎么思小 跟老一辈的不太一样啦 怎么都红化啦 他们这几个人里面到底谁蓝啊 谁是紫啊 谁是红啊 以前最早最早讲新党三杰的时候不是说你是红吗 你是紫啊 我是紫啊 我是蓝里透红啊 对啊 然后再个蓝啊 那你那你现在人家可以给你分析说你们新党三杰的情况是什么的呢 这也是一种情资啊 很正常啊 很正常 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些民进党当局的一些相关智库 他们在去年看到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 他们当时候的判断认为说 这只是大陆为了给内部一个交代 他们觉得只是做大内宣 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蔡英文喊抗中保台 也是给我们岛内交代 我要选举嘛 那你大大什么不稳啦 你什么内斗啦 所以你们也需要去卖卖民族主义 那就是大家各唱各的 所以他们一直是这么判断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有点差异 就是最近有一个人又出现了叫陈水扁嘛 陈水扁不是针对中天关台的事情就批评嘛 就说我当时有人说我要关T台 最后我也没关啊 那你不可以关中天啊 他现在帮中天讲话 可是我们对比一下陈水扁跟蔡英文时代 你不觉得陈水扁虽然有时候叫的比较凶 可是他实际做的没那么多 可是蔡英文是他也叫 但他实际做的是一步一步一直推一直推一直往前推 所以女人比较狠啊 就女人狠起来连自己都杀 这跟国民党好像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蔡英文是他是嘴巴很硬 但骨子里面更硬 对不像是陈水扁好像有时候叫叫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推那么多台独的举动 就是说要讲说是给岛内做点发泄 陈水扁也比较像 对 比如说手牵手护台湾啊 其实千千也没怎样 就阿公阿嬷出来运动嘛 对啊 对不对 真的吧我就是我外婆都跑去跟她手牵手 被我爸妈啊 他们就出来这样走走运动啊 我没跟他们讲过吗 我台南老家也是啊 我台南老家那些什么我姑姑的婆婆啊 他们都这样啊 哎呀 兄爷 阿祖爷 出来啊 大家都在手牵手啊 牵手喔 出来牵手啊 你怎么还没有出来 牵手喔 牵手护台湾喔 其实我觉得是很阿Q欸 牵手可以护台湾喔 我爸就是骂我外婆说牵手可以护台湾 对啊这好阿Q喔 但其实他那时候引起了一大个很大的风潮 大家就签一签他有去欠就投票会给阿扁吗 肯定的 那就是选举 还有那个三只小猪也是啊 我给你那个猪 对对对 我就会投给你 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拿猪工去奉献给蔡英文 对啊 连那个小朋友都奉献她的零用钱给蔡英文 都把那个零用钱 哦弄了这么多钱 就是要给我们的小英欸 对啊 那说不知蔡英文荼毒了你的童年 是 是 但是现在的蔡英文已经不只是千千手这么简单了 嗯 她现在是真刀真枪实干 嗯 她的真刀真枪当然就是说还没有敢 还没有敢到说去对大陆开第一枪了 嗯 但她很多隐蔽的枪都在干 是啊啊 比如说派情报人员啦 而且以前做情报反正国共内在延续下来 各自会有些情报 可是呢 现在的情报已经变位了 像是变到说去跟美国搞那种比较类似和平演变 嗯 还是搞什么香港的呃 反反这个反那个反中太阳瓜 你确定那是台湾的情报单位吗 嗯 搞不好其实不是啊 是 教会啊什么的 哦 其实也不是台湾情报人员派出去的 我今天看那个李天夺跟唐湘龙的访问 嗯 他就讲说台湾其实哦 已经没有所谓的情报人员了 嗯 因为台湾一直都不重视这一块 嗯 就那时候96年之后 就不是台湾的情报人员一次被歼灭吗 嗯 那一次之后台湾就已经几乎没有情报人员了 那所以现在呢 其实台湾不派 但是就会找那种 有点类似蔡金素这种人 就你本来在两岸就有在交流的 嗯 那希望他能够多给一些讯息回来 嗯 就这样而已啊 但是其实过去 马英九执政时期 这些事情其实都在做 嗯 互相有个默契存在 但到今天就是蔡英文撕破了那个默契嘛 那现在这个默契已经不存在了 那大陆就动手了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情报人员 一直都没有 96年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了 就是真正军情局建制人员了 对 看他们这些专家的讲法是 是没有了 是已经不派了 对 他就变运用一些这种 就你本来就在两岸之间有点 之间游走的 对 或者是你本来就是相关的工作啊 是 那就欸你有这个资料的话 你拿回来给我 我可能给你多少钱 这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 这个默契就没了嘛 而且现在搞到是还会去管到什么 搞抗议啦 搞那个什么 反送中啦 和平演变啦 拍武警啊 然后我去渗透你们的智库学者啊 是啊 说不定还奸洗脑一下 难怪那么多智库学者脑袋 听起来毒毒的啊 对 难怪哥派 是啊 你没有觉得有一些智库学者 有时候讲话讲到你觉得奇怪 连我们在台湾 都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都觉得 啊 怎么会这样想咧 这就是民进党台独啊 我连今天我在台湾 我可能还没有到红 我连比较蓝的 我都觉得啊 你们怎么会这样觉得 对 其实是 我们之前不是骂 路过一集 然后骂那些所谓的歌派学者吗 嗯 对啊 然后现在仔细想想 好像有点道理 就是因为这种论坛参加多了 喜着喜着 他已经搞不清楚 谁是敌 谁是我了 就乱掉了 对啊 还反过头来大骂李毅跟胡锡进啊 所以你们乱讲话 到时候两岸之间发生战争 是你们要承担的 然后 那现在是谁 人民日报已经点出来 一旦发生战祸 罪魁祸首是 淘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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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斐宣传 人民日报上面写的啊 引号引号 哈哈哈哈 对啊 而且其实本来就不一样 去年在提一国两制的时候 其实台湾两岸之间关系没有这么恶劣 嗯 今年不觉得很恶劣吗 自从 那个香港事件嘛 然后再来就是台湾 那大陆不是新冠疫情爆发啊 然后台湾不是说 立刻禁止口罩出去 对不对 然后后来大陆淹水 然后台湾还笑大陆什么 什么哪里淹到哪里啊 哎呦 什么那个长江会 会搞到韩国都被影响 对 长江会影响到朝鲜半岛 黄河水冲到了前塘江 对黄河水冲到了前塘江 然后什么哪里有死多少人 然后三峡大巴要溃蹄了 怎么样 就那种台湾太多那种负面 跟不友善的讯息 一而再再而三的传到大陆嘛 你真的以为这网民会看到这些东西吗 难道中央看不见吗 那当中央一而再再再看到这边的时候 一定会认为说 那看来台湾彻底毒化了 所有的舆论全部都绿了 那还有两岸和平统一的空间存在吗 不是 他第一个我觉得几个原因了 你看蔡英文这四年多的任期以来 第一个压制统派 所有要去两岸交流的人都给你扣帽子 用法律反胜透法来威胁你啊 先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对对对对 你看那个我们的新党的吴主席去那边讲句话 马上就说陆委会要约谈 要约合欧阳娜娜唱个歌 就是要法办要怎么样 但最后又说回来又说 哎呀小女孩有什么 随他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理论上不是 理论上来说你政府不能这样随便乱讲 对那你心情好就办心情不好就 你就变成了台湾已经不是没有 已经没有法了耶 对没有准则 对用法治理了 欧阳娜娜娜小女孩长得漂亮 我就不办了 你们无成点又老又这个 我就办了是不是 而且是个男的 办他不办他办谁 这个没有标准啊 那可是变成说 以后没有人敢去大陆再讲什么东西了 因为我回来可能要被法办 也就是说代表说 透过沟通交流的和平谈判 没了不可能成功 哎不是啊 我不让你们去谈 我可以谈啊 问题是前提是 请我谈啊 前提是你要接受一个中国 是中国人啊 我们认为一个中国啊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啊 那所以就没得谈了 就是没得谈了 没得谈了 我们之前不在讲吗 什么蔡英文的演讲稿 已经过关了 因为他送到北京看过了 对我们那时候 不是已经预告了吗 说传说 他的双十演说稿 已经有送到大陆去了吗 对啊 所以事实证明是没有吗 你不然后面怎么会 一而再再而三 一步一步往上推呢 所以代表民共之间或共鸣之间 是完全没有任何沟通的平台 或者管道 说真的 我这几天看到 其实最气的是 我看到很多蓝的人 我觉得很恶心 嗯 就现在才开始那边 你每天到晚骂蓝 猫哭耗子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那边讲说 哎呀 央视啊大陆啊 这样的操作啊 哎呀 这样子破坏两岸关 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啊 什么什么 讲这些话 然后我心想说 那我们就算从去年那个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来之后 开始好了 嗯 这么长一段时间 你们有没有做些什么 有啊 骂大陆啊 对啊 那你们对一国两制 有没有什么曾经讲过一句好话 没有 没有 说大家应该认真思考一下 也许这是解决两岸关系的一个方式 没有 都没有 那你今天直接靠啥小 哈哈哈 要逼掉 啊 要逼掉 就是你们 占尽了各种好处 在媒体上 天天在那边讲话 哦 上遍各大的节目 然后从来不帮两岸关系讲话 然后呢 就讲到了这个关键的地方 就各打五十大板 然后这个这边也不对 那边也不对 然后最后 搞成这个节目 这个这个情况了 不要怪谁 但我说实在 就因为国民党这种态度 这种蓝银的人这种态度 你反而加大了 对岸认为应该要武统台湾的一个 一个诱因啊 因为他就知道嘛 就是其实从头到尾 你们国民党都是两面人 你们这所谓的蓝银人士 都是两面人 你们没有真心要交流 也没有真心希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也间接证实了说 整个台湾全部都毒化了 而且 如果今天大陆真的要统的话了 他会care你台湾在想什么吗 因为既然都不管是北平模式 长春模式还是什么模式都好了 都是战 既然要战 我何必在乎你们内部的民众想些什么东西 已经不重要了 我能够把你捅回来 比什么都还重要 因为14亿人的民意跟2300万人的民意 孰清孰重 不需要大家讲了吗 有网友讲哦 说今天早上的湘龙 果然和我之前说的一样 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外宣文是八股文 那么这个网友他说 台湾名嘴们难道都真的不懂这是一份习文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台湾的名嘴议会错误 还是我们太夸大了呢 我个人认为 从昨天晚上那个争论节目看起来 台湾这边是刻意要压低这篇文章 刻意对不对 非常刻意 蓝音的人也可以压低吗 还是收到 当然 其实唐湘龙愿意谈已经是 还算不错了 更多人的做法是说 根本就当做没有这件事 但是我不能认同他的 就是说他讲说这篇文章写的很不好 怎么样什么什么讲那个 我就觉得有点过了 因为其实这篇文章写的蛮好的 真的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非常的好 对啊 他内容讯息量很大 而且写的非常的有学问 就是你为了贬低他而特别讲这话 我觉得就不太OK了 那但是蓝绿这么有志一同的突然都不谈 那肯定是有点怪 这个是上头有 所以那就倒过来讲 所以台湾的新闻自由哪有那么厉害 刚好各台 异口同声就是都没声 有这么厉害 你有意见的话 你就要面临中天的困境啊 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所以说台湾的所谓新闻自由啊 其实当上头要控制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控制 然后我像有网友就说 哎呦啊 邵康战行有谈到 我后来就看了一下 没有谈啊 那是那个江敏青自己谈到 哎呦今天人民日报出来了 误会言之不语很 这个情势蛮严峻的哦 过了没了 赵少康也没接话也没干嘛什么了 就过了 所以怎么会那么刚刚好 蓝绿有共识 不要去 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看不懂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啦 没露成这个样子 你确定吗 这个连一般那种台湾 只要稍微也在看八卦新闻的 也听过 哦 五位言之不语也讲过啊 保洁都谈过了 以前都讲过啊 为什么你们以前讲的时候 就好像都 哦 那个多严重怎么样 你知道我个朋友 他真的来了都不讲了 我昨天不是写了一篇 谈到物为言之不语吗 就是这句话其实出来之后 让很多人都很担心 哎呦我发现从小姐 大家都不担心 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 然后至少我们这些统派 我们会觉得啊 我们这样子努力那么久 最终还是两岸走向一个 战争的这个状态嘛 那就有人传讯息问我说 诶请问一下 这个人民日报到底讲了哪一句话 让你这么的忧虑啊 我就跟他讲说 哦 物为言之不语这句话 因为每次这句话出来之后呢 最快两三个月之内 就会有战争发生 然后那个就很惊吓你知道吗 他讲是怎么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都不知道 因为你如果说不看网路的 你只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 是根本看不到 那你就算看网路 这个网路你要有朋友圈 有在传你才看得到 对 因为你除非自己主动去搜 否则这则新闻 在网路上 其实各大媒体也没有推播 还有就是 台湾人基本上 对大陆非常之不了解 诶真的 就是包括对这大陆的历史啊 为什么会发生中印战争 为什么会有珍宝岛 为什么会有对月自卫反击战 通通不懂 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 这句话是有多么严重的事情 人家讲说中印战争 最后是大陆打书被打回来 我那天看那个有网友在讲 怎么会跟我学的例子又不太一样 OK 我觉得那个都不管 但是重点是 其实台湾人对大陆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之不了解 所以当然他们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严重 有怎么样嘛 所以这个是 那所以只要媒体上 大家一起风口 天下太平啊 歌舞升平嘛 照跑舞照跳啊 可是这样不是很过分吗 你等于是让台湾在无知之中 然后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但是台湾正因为无知 所以这些这个政客 可以透过选票得利啊 因为他们天天就骗嘛 就说这个台湾人不是下大的 什么的我们台湾人民啊 如何如何怎么样什么的 然后就这样就选上了啊 就是渔民啊 然后其实明明这些农渔民 他们的获利来源是大陆 可是每天告诉你大陆很坏 大陆很坏 那个水果怎么不要卖 然后最后 现在今年香蕉又滞销了啊 最后怎么办 全部拿去倒掉 反正政府补贴你啊 对不对 你在浪费食物啊 大大说啊 不要浪费食物啊 那没差啊 台湾反正对一般那种农民而已 你政府愿意收购 这件事就过了 是不是 也是 然后不是美租就说 我们有100亿要投下去去补助 反正就是你们纳税人 一起花钱去处理就好了 其实是啊 对啊 不是直接从你口袋掏出来 你就好像没那么痛 其实但你一回想想 哎呀都是我自己的钱 本来就是你这样看 我们台湾负债已经超过六兆了 这六兆谁在负债 你以为蔡英文负债吗 没有通通通都是我们 你要六兆出于2300万 你就看我们一个人负债多少钱 哎呦小孩子刚出生就负债 好可怜什么都没做 终究我们有一天要把这个负债还掉 嗯 那问题是台湾人没有感觉啊 台湾民众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没感觉也许也许也是幸福的啦 就在无知之中度过 我们刚看到这个我们的小编说 呃看不到听不到才是正常的 你们看到那些东西都是你们眼睛有灭障 灭障 你们统派的灭障 你们统派就是老是会看到一些那种 人家我们台湾人都不看的就你们在看吧 对不对 所以你们统派会产生一些幻觉 这是你们这些小粉红的通病 然后另外呢 有一位网友YT 他说不是终生署名就不算 这个可能你刚刚没有听我们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已经说了终生是对外 是中国外交部的一种对外的终生 OK在人民日报有很多各种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 什么众组评啦 表示中央组织部在评论啦 有这个中宣理啦 就中央宣传部的理论的这个小组在评论啦 对不对 所以安平就有人在猜是安全部门的评论 但是因为没有出现过第一次出现 所以到目前还没有确定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终生才代表什么 那不是终生就不代表什么 那么台湾不是外国啊 所以你不能够用过去对国际问题的终生来理解 而且我说前面讲嘛 他没有一个制式化 没有一个说不好意思喔 必须要有头版头条终生署名才算数 没有人规定啊 没有人规定啊 他爱怎么定那是他的事情大陆的事情 那我就讲如果假设在过往的案例都是 这句一出必有事 那如果假设今天出了这句 还要再等下一次头版再出一次 那这句的威力就没有啦 大陆有可能这么傻的 把这个实用烂成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讲过嘛 就是从央视的第一集的台谍案出来之后 一直到后面这一次人民日报的组定掉 其实他这是有规划有步骤的 他现在从一个台谍开始做引头嘛 然后其实他去告知大家的讯息就是 两岸之间怎么处理 不管你蔡英文讲什么 我们已经有定见了 不管你们台湾内部怎么说 大陆已经有定见了 就是今天我们决定要干了 不然你看做影片没那么快吧 写社论没那么快吧 写这些文章没那么快吧 一定是中央定调之后才会把这些东西发出来 那定调总要有时间吧 证明说今天他已经不在乎你们台湾人怎么想了 你们喜不喜欢我 我不在乎 这件事情我今天就是要做了 两岸要统一我就是要在我们这一代人 我要把它给完成了 我也不再跟你期盼什么心灵气和了 因为他们很清楚嘛 台湾人只要今天大军押近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心灵气和了嘛 我们说这些民调不是都在告诉北京吗 只要两岸开战 我们就会武统开始和谈结束 那不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人就是在等那一刻的战争发生了以后 我们就自然而然愿意投降 那何必再跟你什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还有必要存在的道理 而且你说他们没有反应 对不对 其实今天都有反应 你没有发现今天突然多出好多民调说 哦70%的人愿意上战 对对对对 他就明明知道 有反应怎么会没反应 他知道两岸在严峻 突然昨天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昨天最大的新闻就是在家当兵嘛 对啊 不是啊这台新闻是渣男 那就一样嘛就是因为 因为那句话 所以渣男 渣男说要叫大家在家当兵 然后那个之前才 这个用各种太极 把这个陈伯伟打掉的那个冯士宽 这次又出差了一个渣男两个字 他写蛮厉害的 他把他们认为的那个建国两英雄都给打掉 对不对 陈伯伟啊 还有那个那个 Wino 那个不都是绿营 他们认为的建国少爷吗 对不对 那么是以后我们就叫那个 在家当兵 我们叫那个特战少爷 带头 身先士卒啊 不是都造成说他是特战英雄吗 我觉得很好笑 他太不过就当了一年的义务一下事 我跟你讲 他高级在哪里就不懂了 人家是美国人 我是高高在上美国级 为了来能够完成你们台湾的建国梦 人家是美国人 虚尊讲卫 来当你们的台湾兵 拜托黎明正当了一年八个月 高级在这里 人是美国人你是听不 American American is higher than you 懂吗 美国的什么都比较大 都比较高 高的不帅 所以像肯丁一样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人人都喜欢哈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这就很像以前日剧时代 有内地人跟本岛人的差别 现在才搞懂 内地人比较高级 不是有一个打什么 打乒乓球 打什么球 叫福源爱的嘛 对对对 他不是嫁给台湾的 也是乒乓球选手吗 你知道日本那时候 他要嫁的时候说什么啊 叫格差婚 意思就是说 啊我们的内地人 怎么会去下嫁给这个本岛人呢 哇你知道那个 就看出那个日本人 那个心态 把你台湾人放在什么位置 日本人其实非常瞧不起台湾人 我们都以为什么日本跟台湾很友好 什么日台友好台日友好 没有 其实在很多日本人的内心就是看不起台湾人 从福源爱的事件就看得出来了 但台湾人都装睡的人叫不行 怎么感觉网友在骂我啊 说王丙中真TM骚 这是精确的用词 对 对啊我觉得网友讲的很好 其实丙中真的很骚 这话严禁于尺 严禁于尺 不要多说 我们都常看到丙中 你们看不到的地方 没有我是觉得 刚刚谈到吴一农 我就觉得很好笑 今天吴一农在谈这个什么 在家当兵 对 我觉得很好嘛 就赶快开始实行啊 为什么你要在这边就是发发脸书干嘛什么 你就去 你跟蔡英文那么熟对不对 直接提案 直接说蔡总统咱们现在就干了 还等什么时候 那会有问题 如果要在家当兵 那枪怎么办 武器要先发了 枪就发给你啊 你就拿着放在家里 他又说他不发武器 那怎么当兵 不发武器 那至少发支扫帚嘛 那这样在家当兵要干嘛 那干嘛 在家扫地吧 整哥带弹啊 整个哥啊 枪要摆在旁边才对啊 把屋子打扫干净 来准备请客 谁 请谁 请谁 屋子打扫干净啊 灰尘都把它弄掉了 可是我说真的 他自己也自相矛盾 因为在家当兵 啊请问你要练什么 你不练枪 不练炮 你要练什么 练跑步 自由搏击 你为什么笑得很奇怪啊 在家里可以练炮 为什么不能练炮 不是在家里本来就是练炮 为什么不能练炮 我只是 单打双不打还是都可以啊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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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打啊 打雙打都可以啊 打出一打來也隨便你啊 不是我就不懂啊 就好那你竟然要在家當兵 但總要有個訓練的 那個課程出來吧 就每天五點起床啊 幹嘛啊之類的啊 所以他很矛盾啊 他講那些什麼瑞士 什麼瑞典那些 瑞士就是槍就發給你 你就放在家裡啊 那問題是他們不怕槍被偷啊 這台灣人如果拿到槍 我跟你講台灣就變殺戮戰場 因為他拿到槍也好酷啊 然後他嗶嗶嗶 所以黃瑞寫是說 他們想要玩228什麼 在各個小區成立台灣維護隊 來抓出該區裡面認同中國的人 可是我覺得以現在台灣來講 說實在話 你說他們那些仇中反中的 在那邊搞激進 一般人都要賺錢 誰跟你理這些東西啊 這個當然因為有時候 戰爭打到後面的時候 會很難說啦 就是時間一拖長 人性的那種黑暗面扭曲面就會出來啦 說真的 所以就只能說我們不希望發生戰爭 如果就像那個 玉主席之前也有講過嘛 就說如果就算發生 希望儘快結束 是啊 對啊 目的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越快結束 你的傷亡降得最低 對 對啊 所以 我們破三千人啦 我們破三千 剛剛還一度三千三 對對對對對 所以蘇恆如果再不唱歌實在是 沒有我剛剛沒講啊 剛剛沒講 而且我剛剛後來不是講說 剛剛沒有講 對啊 唱歌的那個要換了 而且我剛開始有唱歌好不好 我還幫你起key 哦 啊 那破三千三耶 不唱幾句嗎 對啊 不行啊 哎呀 我們夏天雪天說秉中很帥 哎呀 那 感恩啊 但我不想叫你唱歌耶 呵呵呵 我不想叫秉中唱歌 那怎麼辦 你們讓三千三什麼事都不做 那就 要集體裝死嗎 那就 明正講個歷史故事給大家聽聽吧 這很爛 這一聽就馬上掉 掉這個就要掉了 你沒有獨唱solo過 啊 有了他那天唱完 他那天唱什麼 他那天唱晚安 那天唱晚安啊 他真的有唱晚安 晚安會有唱國際歌啊 其實現在真的是蠻適合你的那一首 你到底練好了沒有啊 你那台灣光復歌 現在真的越來越距離台灣光復再光復的日子 十二五要台灣光復咧 而且十二五在北京舉辦盛大的 大辦盛大的紀念大會 最好笑的是我看到陸委會那個發那個新聞 我覺得太好笑了 他說根據開羅宣言 台灣是回歸給中華民國 你什麼時候這麼重視開羅宣言 這個開羅宣言本來是台獨要打倒的東西 對啊 因為開羅宣言就注定的說回歸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接受台灣啊 那他現在就知道其實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所以他就說開羅宣言說台灣是回歸給中華民國 可是我記得他們有講 那中華民國也跟你沒關係 那不是外來政權嗎 對啊你不是講台灣主權未定論嗎 然後現在你又擁抱開羅宣言 不具任何國際法效力 對 他們的論點是這樣子 那現在把這個新聞公報拿出來 沒有效力的公報拿出來 那到底有效力沒效力啊 對啊 好奇怪哦 真的馳名雙標你知道嗎 果然跟西方是享有共同的價值 我們小編有提供一個 但這個能唱嗎 這個是個歌嗎 這個怎麼唱 什麼歌啊 線而長 真而密 含著熱淚秀紅旗 秀啊秀紅旗 熱淚隨著針線走 與其說是悲不如說是喜 多少年那多少代 今天終於盼到了你盼到了你 有這首歌嗎 這怎麼唱啊 這真的是歌啊 這怎麼唱啊 線而長 真而密 有人說叫名正穿女裝 含著熱淚秀紅旗 這到底怎麼唱啊 你們知道秀中穿過女裝嗎 秀中穿的可多了 我是演老佛爺 對 老佛爺是女裝啊 老佛爺是 老佛爺是神 老佛爺是我們的神 就跟蔡澤天一樣 慈禧也是老佛爺啊 慈禧也是老佛爺 慈禧也是老佛爺 線而長真而密 這個怎麼唱這我不會唱 我沒聽過 那你們覺得今天晚上這個台灣的政論還會談嗎 對來賭一下 我覺得昨天都不談的今天怎麼會談 對阿 應該是不會 不會就這樣過去 而且陸委會都不講話啦 對啊 臺灣陷入一個集體裝死的狀態 真的阿 秀紅旗是電影江姐的歌 有這首歌喔 所以秀紅旗不是 秀紅旗不是 黃志賢亂講喔 我以為他只是打個比喻 喔真的阿 秀紅旗是有典故的喔 唉呦 唉呦我們現在不能夠隨便這個看清小編耶 我們一個小編看出陶武造席 另外一個小編看出秀紅旗的典故耶 媽呀這個典故還真多阿 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是 都是雙關耶 真的中國人真是學問多阿 對秀紅旗阿 對啊 唉你們沒有一個ending這個今天怎麼結束阿 我要去吃飯了我 我要吃飯我肚子餓了 武則天阿再來一次阿 武則天唱過了 我忽然想到你們有沒有去過武則天幕 沒有 我想去耶 我去武則天幕 你們那個時候去龍門石 那個那個 西安 西安 對你們那個時候還去那個什麼瀑布嗎 虎口瀑布 我還有去過虎口瀑布 我們去那個西安然後去看那個乾陵 我真的很覺得那個武字盃很酷耶 一個武字盃在那邊 他是本來就沒有字還是磨掉 他本來就沒有字 他的好像說意思說 武則天一說一生功過 就是由你們去說 由後人去說 有人聽說 而且聽說那個誰 武則天幕沒有被盜 沒有說找不到 到現在還找不到 藏在那個山裡面 武則天是我的偶像 武則天是我的偶像 我覺得武則天非常的厲害 不管他用什麼樣的手段上去 但至少最後他把整個中國治理的很好 好 那你現在是說蔡則天治理不錯阿 他是叛亂 你真的要害我們被關台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敢唱 我本來當他哼了幾句 當那一天真的來臨 我現在不敢 我現在不敢哼 準備好了嗎 士兵兄弟們 怎麼當他自己聽說 當那一天真的來臨 怎麼當他自己聽說 他會唱阿你不敢唱 你明正會唱阿 我沒聽過這首歌 你少來 你每天都會導播放那個音樂 對 連那個你放到連書很都會 對啊 我是因為你放我才知道這首歌 你放到我都會唱 你們自己偷偷學這些歌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在辦公室坐在明正的旁邊 他每天在放那個音樂 我每天都在聽 然後還把我們一個秘書長氣跑 當那一天真的來臨 秀紅旗我還不會唱 你還是唱紅色娘子君好了 呵呵呵呵 現在那個你要把 你要把這個蔡英文這個娘子君的頭打下去 換紅色娘子君是 那就看囉 不行不行 我們還是這個 這個這個當那一天真的來臨應該沒問題吧 這這歌有沒有問題啊 紅歌哦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好城 歌哨聲伴著起床好意 但是這世界並不安寧 和平年代也有激當的風雨 看那軍起飛 看那軍起飛舞的方向 前進這戰車 艦隊和機曲 上面也飄揚著我們的名字 年輕士兵渴望 建立公宏旭 準備好流氓 士兵兄弟們 到那一天真的來臨 放心吧祖國 放心吧情人 為了勝利我要勇敢前進 你都不呼應他一下嗎 我唱得很棒啊 我第一次聽到欸 明明就是你教我的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啊 嚴正來說 第一次聽到秉中完整的唱這首歌 欸對 第一次聽秉中完整唱完 然後但是我每天都在聽youtube唱這首歌 那林民社放給我聽的 士兵兄弟們 唱到我都會唱就知道 被他們影響了多久 有人說以後花錢讓秉中不能唱歌 那你可以多打賞 這個三千起跳 比方說一千塊秉中五分鐘不唱 那要維持一個小時呢 就要一直打賞一直打賞 我覺得那我繼續唱去才有打賞 小便關掉 這是一個輕盪的走路唱 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拜拜 下一禮拜見 拜拜 拜拜 世界並不安寧 和平年代也有激盪的風雨 馬上選擇馬上選擇